五七劍報帶來金錢背後的故事 我是楊世光 我們看昨天金三棒又試射 不是試射 試爆了清淡 這個金三棒的動作越來越大 特別是9月3號 目前國際發展大事 在台灣的對岸廈門正在召開 金磚五國的會議 那金三棒搶頭條 因為當然這個試射清淡 試爆清淡的一個動作 直接把全球的目光離開了廈門 重新回到了屏障 那我們就要解讀 因為現在金三棒的動作越來越激進 第一個是載具 這個火箭發射得越來越遠 越來越準 那另外一個是核彈跟氫彈 試爆的頻率越來越高 那什麼時候結合 那就是一個非常刺激的一件事情 尤其我們知道童話故事 狼來了 狼來了 狼來了最後的故事 最後的結局 就是狼真的來了 所以我們先解讀一下 這個北韓 特別是朝鮮 不管在載具 還有清淡核彈的試爆之上 都得到了什麼重大的突破 那所有的原因 它的技術來源 都要回顧 2014年烏克蘭的事件 跟烏克蘭有什麼關係 等一下做解讀 好 那我們觀察 今天亞洲市場 當然受到朝鮮的影響 所以普遍是做修正跟拉回 可是我們看到 今天人民幣再度狂升 那人民幣狂升的倍值下 加上朝鮮試爆清淡 我們看到有金字編的兜大賞 第一個黃金創下了近一年的新高 那白金更是創下多年來的新高 另外包括了基本金屬銅 鎮價格也全面做噴出 面對戰爭一響 黃金萬兩的行情當中 怎麼做觀察 我們請到四位來賓 好 第二位請教 是我們最愛的台大哲學系教授 運政院老師 好 第二位請教我們 資生分析是葉俊銘 好 第三位請教我們 資生財記者丁萬民 好 第四位請教我們知名主持人 大K 曾煥文 五七金錢報 帶你瞭解金錢背後的故事